中央设计者梁沛起台北六日电台北市一处老公寓违建昨晚吃火酿一死一伤 市长柯文哲今天说前市长陈水扁曾有特设令将民国83年前的违建列为存查 他将考虑拿掉此令 柯文哲今天上午表扬台北市杰出市民会后接受媒体访问时 左上述表示台北市巴德路一栋五楼为顶楼加盖为建的公寓 昨晚吃火酿一死一伤 对此柯文哲今天说前总统陈水扁任台北市长时 只要是83年以前的违章建筑都列为存查 而昨晚吃火的巴德路公寓就是83年前所盖 所以未在排排范围内 柯文哲表示台北市政府资料显示 但是83年以前的违建就有两万五千建 由此这个违建特设令是行政命令 他将考虑撤销 柯文哲进一步说会是内政部严你的加强 寄存违章建筑处理指导钢领草案 而顶且钢领出炉后如何执行人需讨论 他说顶楼加盖违建烧死太多人 显然是公共问题 不要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北市府将于12月28日进行总结报告 他也说违建与国民守法与否有关联 以昨晚巴德路公寓为例 五楼是违建 但其火的四楼却是合法建筑内有不合法改装 若无人前举 政府也不会知道 1061206